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是一期美人系列 有个观众说他很喜欢极岗礼番 希望我讲一讲 而且据说他马上就要考试了 那么从时间来看应该不是高考 我也没问 那不管是什么考试呢 都希望能借这期视频来助力他考试成功 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美人 极岗礼番 极岗礼番生于1993年1月15日 出生地在日本京都市幼京区泰秦地区 现在呢属于是日本经纪公司ATIM的女艺人 年龄30岁 身高1米58 血型为B型 摩羯座 三围是82 60 85 单从照片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数据的水分应该不大 有个外号叫小狐狸 在李帆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这里呢 本身就是很多日本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地点 又加上父亲是一位摄影师 跟他母亲一起经营着一家影像公司 所以呢 李帆将从小就能经常接触很多 与摄影拍摄相关的活动 家庭本身的艺术氛围也非常浓厚 父母也有意的让他接触很多艺术类目 对他进行相关教育 比如舞台剧 歌舞剧 能剧 日本吴勇 落语等等 这些呢 都是李帆将在幼少时期就已经了解的东西 初中时代 加入过学校的吹奏乐部 后来又升入高中 进入京都府里 撮额野高等学校学习 曾经担任学校的清音乐部与累球部的经理 但是呢 貌似自己啊 并不适合此类工作 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日常学业上 高三那年 因为被朋友邀请帮忙 所以啊 进入了导演龙田杨二所制导的电影 天地鸣茶剧组 担任临时演员 据说呢 第一次亲身体验电影拍摄的李帆将 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啊 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去拍摄一瞬间的镜头 是一件让人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自此呢 开始萌发了他从事表演事业的想法 曾经拜托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朋友 想加入对方学校的演剧部 出演一些小剧场的舞台剧 结果呢 遭到了朋友的婉拒 估计啊 人家也不招收校外人士 但是呢 他并没有放弃 开始尝试自学表演 并且呢 报名进入东京的一所排忧养成所上课 啊 就是表演培训班 其实按照李帆将原来的人生规划 他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的 而且呢 他也确实升入了京都局大学文学部 进修书法课程 但是啊 对于表演的热爱 却有增无减 除了参加各种学生自发组织的拍摄活动之外 他还在进行大学学业的同时 奔波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坚持学习排忧养成所的课程 并且为了支付来往通勤的费用 他还打着四分兼职 即使大学毕业啊 他仍然是在两个城市之间来来回回 前后啊 长达五年 由此可见李帆将对于表演的执着 在这期间呢 他偶尔会有一些试镜的机会 但好像啊 都没有成功入选 后来呢 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啊 自己将会被埋没 于是呢 在排忧养成所的介绍下 2012年 他加入了现在的娱乐公司A-Team 据说在面试的时候 李帆将直接向公司的社长表示 自己一定会成为公司的当家女优 以此啊 打动了社长 第二年呢 他就以正式演员的身份 开始进行相关活动了 起初呢 公司安排他进行了一些剧组的试镜 结果啊 都以失败告终 好像呢 他早期的试镜都失败了 于是在2014年 他开始拍摄写真集 成功登上了当年的花花公子周刊 那么从写真模特儿起步啊 这也是很多日本女星出圈的一条路子 应该说呢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2015年 由他参演的电影 芒果和红色轮椅上映 李帆将在其中 饰养了身患重病的少女 外奇千寻 紧接着在同年 成功被选为喜剧电影 明屋的女主角 出演NHK的喜剧 美女与男子 在电视剧阿浅来了之中 饰演了主角女儿的好朋友 田村仪 这个角色呢 开始让他真正受到了许多关注 据说在参加阿浅来了剧组面试的时候 李帆将本来是落选了 但是啊 他还是引起了剧组的注意 最终呢 让他出演了剧中该角色 在当年6月份 他也终于从京都搬到了东京生活 2016年 先是他参演的电影 《造纸人生》在日本首映 接着呀 又出演悬疑剧《死壁》 10月份出演医疗剧《淑女达文西》的诊断 11月份由他主演的喜剧电影 《快乐婚礼》上映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在2014年拍的 因为当时作为主演的李帆将啊 默默无闻 所以发行方呢 一直没有上 年底 他分别在东京和大阪 出演了大型舞台剧 《好汉在纽约》 据说呢 能在东京的舞台演出 也是李帆将一直的心愿 2017年 在电视剧《四重奏》里面 饰演来山有猪 凭借该角色 他获得了第92届 日剧学院上最佳女配角奖 这也是他第一次受到业界的肯定 在4月份上映的剧场版动画 《名侦探柯南 唐红的恋歌》中 为角色《每本未来子》配音 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配音工作 7月又参演了经典韩剧改编的电视剧 《对不起我爱你》 通过这两年的爆发呢 李帆将啊 真正成为了日本娱乐圈颇受关注的女明星 在2017年工信榜年度爆红女星排行榜中 吉刚李帆登顶榜首 李帆将的颜值清新秀丽 眉眼分明 皮肤状态很好 笑起来啊 有两个酒窝 非常可爱 跟着一种嫩嫩的感觉 不得不说呢 大眼一瞧啊 有点像中国的女明星白百合 这个身材可以说是凹凸有致啊 三维啊 刚才咱也说了 但是硬伤在于呢 腿太短 哎 个头有点矮 其实作为女性来讲的话 矮一点也不算什么 是吧 但是呢 李帆将的问题在于啊 腿部比例失调 那小腿太短了 整个腿部啊 跟上肾的比例也不大好 就显得整个人有点挫啊 艺术照呢 也许看不大出来 但是生活中啊 这个缺陷应该是很明显的 再有就是呢 李帆将的脸颊和嘴唇都比较窄 眼睛和眉毛又细长细长的 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像狐狸 我想这也是很多粉丝 叫他小狐狸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呢 主要是他拍了一个广告 这个一会再说 好在呢 他长得是非常干净 五官分布也很好 所以啊 是可爱的狐狸 好处就是呢 他这样的面相 可以搭配很多的发型 长发显气质 短发显俏丽 顺带一提呢 他的短发状态又很像心圆结异 个人认为啊 最适合他的发型还是扎马尾 因为脸太小了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我个人在整体上呢 给他打8.5分 从2017年5月份开始 李帆将就成为了方便面 日清兵卫面的形象代言人 在此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广告之中 李帆将都以头上长着狐狸耳朵 屁股上长着狐狸尾巴的小狐狸形象出演 那由于他的这种造型啊 非常的可爱 因此呢 引得众多宅男叫好 相信这个系列的广告 应该为他博得了不少人气 那么小狐狸的这个外号啊 也主要是因此而来 然而在片中呢 一直与他搭档的男艺人 竟然是那个男人 他就是宅男公敌 老婆毁灭者 夺妻之恨之造机 兴野员 那我很纳闷 这老贼的身影为何无处不在 难道祸害一个心愿结义还不够吗 是吧 你看自打跟他结了婚 嘎嘎笑一点事都没有了 那果然是奸贼可恨 2018年 李帆将出演了TBS电视剧 你藏在我心底 那这部电视剧呢 让他获得了黄金飞翔奖 西人奖 童年还有电影平行世界 爱情故事 电视剧 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 此后数年呢 一直持续着高强度的演艺工作 出演的作品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唯一要说的是2022年 他参演了迪士尼家的独家电视剧 狮王村 这个剧呢 我看过啊 李帆将在其中表现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 我也是这部剧啊 才开始注意这个女演员 后来啊 才知道是她 在剧里面呢 有一出滚床单的戏啊 结果滚到一半就散了 好的 今天的美人呢 就说到这儿啊 最后要说的是 真爱生命 远离老贼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